这几天我们多次就北约相关的问题表明立场 北约秘书长访问韩国、日本 却言必称中国 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以意识形态化线 挑拨地区国家关系 其意图令人警惕 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不搞地缘争夺 无意挑战、威胁任何国家 亚太和平、合作 稳定繁荣的局面 得益于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 亚太不欢迎冷战思维 阵营对抗 北约应当深刻反思 其为欧洲安全 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不要搞乱了欧洲 还企图搞乱亚太和世界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